阿晶 阿晶 你別管我 別這樣, 冷靜點, 好嗎? 為甚麼?我哥哥是個好人 他一輩子都沒做過半年壞事 為甚麼他這麼有癌症? 阿晶, 你有沒有事? 那如果他有事, 我怎麼辦? 阿晶 他不會有事的 你有沒有醫生說 他會幫到教練一半 還有一半是我們幫他的 其實現在最重要的是 我們如何勸教練去做手術 而不是其他事 教練 大哥, 你醒了嗎?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醫院, 教練 醫院?沒有了, 走吧 你幹甚麼? 送我來醫院幹甚麼?走吧… 大哥, 剛才暈倒了, 知道嗎? 剛才我太累了, 淋下了而已 大哥, 突然我們倆找完醫生來 你為甚麼瞞著我們? 告訴你, 不然就把你們打擔心 對了, 還有, 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 我還不知道 連媽媽也不能說, 我們是一家人 總之不要說 對了, 阿俊, 連阿山也不能說 你怎麼可以這麼自私, 哥哥 人不讓我們幫你, 不行 醫生, 只不過能幫我五成 你們又能幫我甚麼? 教練, 你要知道 精神上的支持也很重要 教練, 我不知道有多堅強 不需要精神上的支持 教練, 你… 不用擔心了 至少你也讓我們做點事, 教練 斌哥 阿靖 很累吧?坐下, 休息一下… 阿斌, 阿青今天開始搬來住了 以後我們是一家人了 搬來住? 我先進房間去休息一下 哥哥, 你先回房間休息一下 要休息一下, 你自己進去休息一下 你哥哥要陪嫂子聊天 甚麼?嫂子? 當然了, 你哥哥跟別人有甚麼阻礙 當然要負責任 現在他先搬來住 遲些我宅的日子等他們結婚了 媽, 你幹甚麼要去害人 如果你不娶人, 就去害人 姐姐, 吃點朱古力 我不吃了 吃吧, 人家說吃了朱古力 情緒會高興一點, 會高漲一點 我沒事 沒事, 你也吃吧 剛才你沒吃飯了 你姐姐我已經有經驗了 這些東西幫不了我的 只有時間才能幫到我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不幸 每個男人都不知所謂 或許人家有苦衷你不知道 有, 一定有 每個男人要漂亮的時候都說有苦衷 或許他背後還有一個很偉大原因 你好像知道很多事情 我不知道 只不過我相信教練為人的意思 你為人不要瞞著我 我當然不會瞞著你, 姐姐 就算教練做了一些你覺得是不舒服的事 但其實他也為你好 那叫為我好 看他對的事 對了, 見到我自己覺得是不舒服的事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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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靖, 發生什麼事? 沒有, 我看你怎麼辦 我...我還沒到末期, 不用擔心 大哥, 你別說這種話 你的病很輕的 靖, 你大過女兒了, 要堅強一點 我堅強的 除了堅強, 還要成熟 我也很成熟 還差一點 對了, 媽媽以後就由你照顧了 她雖然有時候脾氣大一點 不過, 你要學會忍耐 行了, 你別再說了, 告訴我了 你還說知道 剛才你才向阿清發脾氣 當然了, 你也已經這麼說了 她還煩著了 還加了我以後要進來住 還害得你和阿珊姐兩個不開心 算了…誰好誰不好有甚麼所謂 我也無福銷售 但阿清姐以為可以嫁給你 她耽誤心機, 她自己心甘命底 況且有多個人在這裡照顧媽媽 我也放心一點 我跟著來還有很多事要安排 那倒是, 你要花很多時間治好病 阿清姐, 阿清姐, 阿清姐 阿清姐, 這麼早回來練習嗎 不是呀, 其實我特地告訴你 我這幅漫畫有十五名, 可以有決賽 對, 這麼厲害, 恭喜你 謝謝你, 謝謝你鼓勵我 你別這麼說, 我們是第一天相識 阿清姐, 不如這樣 我們去Cyber慶祝一下, 好嗎 你剛剛入圍而已 要不然這麼早慶祝 就當我預祝我成功 又或者當是替我打氣 好呀, 那個問題 好呀, 好呀, 不如這樣 我約你一小時後在Cyber慶祝 我還要做點事, 好嗎? 謝謝 好, 再見 一本人道館 阿清, 教練沒回來嗎? 你沒見過他嗎? 他不是跟你一起去檢查嗎? 我約了他, 但到現在還沒出現 教練, 他會不會有事吧? 阿清, 你離去醫院吧 我現在馬上來, 好嗎? 再見 教練, 你在哪兒呢, 教練 這麼久了 教練, 你沒事, 教練 你不舒服嗎? 醫生 姑娘, 不行… 你… 行…沒事 你真的沒事, 教練 沒事的 我趕著來, 趕到上慶之下氣 阿俊, 你坐一會兒吧 嚇死我了 行了, 我見現衣修很快就走 你真的沒事吧 行了, 沒事 樓先生, 你的心跳得很快 你沒甚麼不舒服 當然了 我從醫院停車場跑來那兒也要幾分鐘 這麼厲害? 大哥, 生鏡手, 還敢說謊 不怕而流亡叫我嗎? 樓先生, 既然你說你的體能還這麼健康 我建議你立刻開刀做手術, 割了個樓 不用了…別弄我了 為甚麼 是呀, 你說吧 我手術成功只有五五 萬一有甚麼差池 我是由一個龍正虎猛的柔道冠軍 變成一個要人餵飯, 洗澡, 廢人有甚麼用 可是你不做手術, 樓可能會惡化的 那樓我的化成分有多高? 這件事很難回答你 就是呀, 這件事覺得有時很快 有時要很久, 我現在也四十多歐 若能夠熬過六十歲才來發 那豈不是賺了, 無所謂, 要不做手術 阿隆, 你找到哥哥了嗎? 他來了, 進去見醫生 你坐下吧 你不用擔心, 教練這麼大的人 他應該知道怎麼做 怪不得, 哥哥, 萬一要練得二技 又要傳封火山林給阿亮 他怕游道館沒人接手 其實教練叫我回游道館 繼續練游道, 繼續打 當時我不知甚麼用意, 所以我拒絕了他 阿隆, 不如你回游道館吧 不如你練習游道吧 哥哥知道阿亮的資質不夠高 所以才找你回來 如果你肯學回風火山林的話 哥哥會很開心的 其實我們現在甚麼都不用想 只想怎樣幫教練治好他的病 現在就幫哥哥已經有病了 如果你肯回來的話 這個是最大的鼓勵 你是不是這樣也不肯 我知道, 你生我的氣 你還生我的氣, 我以後不回游道館 那你就不用看見我了 我不是生你的氣 那為甚麼你還不肯回來呢 阿禎, 你甚麼時候來了 哥哥, 醫生說甚麼 沒甚麼, 挺好的 那你甚麼時候做手術 醫生說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甚麼時候, 教練 當然我說越慢越好 好就真 不過, 我都還沒決定 唉, 別想太多了 陪我吃一碗魚蛋麵, 好嗎 來, 一起去 哥哥呀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吳子麥 我是張景順 立即Subscribe 歡樂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新出了一條 專門為底地而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 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 我bike 這就是